主演者宋威龙 熊子齐 连续考了八年大学的儿子 终于考上了一所远方的高校 眼看就要开学了 年迈的父亲要送儿子远行 他拿出了一条自己亲手织的围巾 想要给儿子系上 这时候他说 儿子 你就要走了 你能不能 再说一声爸爸我爱你 来 儿子 我跟你表上点 表上点 这个时候 儿子看到桌上有橘子 来 于是他随手拿起个橘子剥开 想要喂给老父亲吃 这时候他说 来爸爸吃一颗吧 吃完了我们去洗洗头 发型有点乱 不要迟到微博上 这时候我缝了九十五十一天 该 这个时候 儿子一半 父亲一半 父亲一半 就这样吃了起来 这样倒挂着是不是咽不下去 他们 是不是不好咽 对吧 可以 不从鼻子出来了 吃完了橘子 这个时候 时间也不早了 儿子马上要出门了 父亲一把拉过儿子 紧紧地拥抱着 我 儿子 他深情地说 我爱你 我也是 这个微博一定要保护好 可以的 这是我缝了九九八十一天 爸爸我去上学之后 记得洗洗头 记忆不舍地告别了父亲以后 儿子踏上了求学的路程 这要怎么踏 爸爸 我要走了 再见儿子 再见儿子 以后别输飞机头了 爸爸 儿子 儿子走了 不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泉目中 好棒 掌声 耶 耶